资深女星宋刚玲,早期是中世当家花旦之一,2006年被控涉嫌诈欺200万未选,2008年台北地检署侦办多时,因旅传不到遭到通缉,今年正好就是通缉期限15年到。 宋刚玲当年为中影训练班出身,主演过电视剧《王昭君》、《双面佳人》、《塔里的女人》和《天龙八部》等,与寇世勋、周少栋、江后仁、张成光等人都合作过。 在80年代,台湾电视圈红极一时,但就在当红之际,他选择与纺织夜小开蔡昭伦结婚后即淡出演一圈,婚后遇有一双儿女。 不过这段婚姻,在1995年结束,离婚后的他,全新投入服装设计、化妆品业,并担任环保生计公司负责人,还曾获得妇女创业楷模奖。 2005年,更在辅人大学宗教系进修,毕业后赴美定居,未料遭控社诱骗他人投资,拿到200万资金。 2008年,台北地检署因侦办多十旅传不到,随即对他发布长达15年通缉。 过去宋刚玲曾受访在美国新泽西过着朝九晚五,自食其力的生活,也曾请托前夫蔡昭伦帮忙,透过律师寻求法律途径解决,如今通缉期限已到。 目前66岁的他,依然四人间蒸发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宋刚玲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台湾中式花旦宋刚玲曾抱红一时,与拍影子,失思并称谓中式三宝。 事业巅峰之际,他选择嫁入豪门,有别于其他外表风光,实则沦为生育机器灵地位的豪门少奶奶。 另外,宋刚玲在婚后并没有迷失自我,也没有为生儿育女放弃事业,反倒是往独立女性方向发展。 可尽管如此,他仍没过好这一生,甚至到了晚年被告诈骗,屡传不到通缉15年。 从人人称献的豪门少奶奶,到被控诈欺病,遭到通缉,宋刚玲这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? 1956年10月31日,宋刚玲出生于台湾省花莲县的一个书香门地,是宋家的次女。 她的父亲叫宋成书,曾是中华民国国军军人,母亲陈氏是北平人。 根据姐姐宋彩英回忆,大妹宋刚玲这个名字的由来,是因为她跟蒋介石同一天生日。 当时作为国军军人的父亲感到无比光彩,便娶了吃惊,小雅中如山如妇,如刚如玲的刚羽玲为女儿命名。 宋刚玲天生拥有一副好皮囊,还是小婴儿时就被几位母亲叫熟识的同袍夫人们齐声赞扬。 这孩子这小脸长得这么好,将来一定可以当电影明星。 宋刚玲在高中毕业后,姐姐宋彩英觉得大妹样貌美丽,气质出众,便把她的毕业大头照邮寄给中央电影公司演员训练班参加报名,莫想到被意外录取了。 训练结业后,她成为那届围三被签约的演员。 那一年,她才18岁。 1974年,宋刚玲刚进入娱乐圈时,台湾已经掀起了琼瑶文艺片风潮,使得当时的二琴二琳成为年轻男女的偶像。 她就没那么走运,在中影待了三年时间,只被安排在几部电影里饰演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。 再加上,她是个不喜欢社交的人,不参加任何饭局或宴会,得到的机会少之又少。 直到1978年,宋刚玲才开始走运。 感情上,她在成衣展览会上认识了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富二代,是复兴之一的少东,蔡昭伦。 此人仪表堂堂,身上没有一点顽固子弟的作风。 更重要的是,她与宋刚玲对上了眼,彼此的感情迅速升温。 她与想象的温柔婉约不同,是非常有主见和决断力的女性。 事业上,她被中式的制作人周游相众,在电视连续剧《风火儿女情》中, 饰演一个受西式教育影响的传统中国女子,身处东西文化冲击的重要角色。 凭借此剧,她得以成功走红,并获得当年中国文艺奖章最佳女演员奖。 可万万莫想到,在宋刚玲名声极具爬升之际,因为两度拒绝过某重要人士的邀约,遭到了冷冻的待遇。 这种难言的挫折让她萌生退圈之意,恰好29岁的蔡昭伦也有意结婚。 于是,在1979年,她依然选择了婚姻,嫁给当时仅交往五个月的企业小开,成为人人称献的豪门少奶奶。 后妇每居住并生下一儿一女,直到蔡昭伦要回来接长父亲的事业,全家才搬回台湾居住。 婚后,丈夫对于这位小娇妻呵护备质,让她食指不沾阳春水。 但由于个性独立,年轻的宋刚玲,23岁,不甘心在家里做依赖身手饭来张口的少奶奶,回到台湾后便继续当演员。 到了1988年,她已经不满足于演员的身份,悬跨足服装业,尝试做制作人,创立个人品牌,设置专柜展授亲手设计的女性时装。 于是在那一年,宋刚玲一边忙着录制中式连续剧《王昭君》,一边参与她和制作人曹景德合作的《康德传播》筹备拍摄中式连续剧《天使之爱》,还要兼顾自己的服饰公司《刚玲服装》的业务。 这么一看,两人的婚姻观都很先进,尊重彼此的事业发展,但人的经历是有限的,夫妻俩的事业都蒸蒸日上,导致留给家庭与彼此的时间过少,并这段婚姻产生了裂痕。 1990年,意识到夫妻关系逐渐走远,宋刚玲选择在复出后当红之际,再次退出演艺圈,回归家庭,全身心向父教子。 婚姻生活让我清楚知道,女人只有靠自己,无论婚姻或友谊都是缘分,该终止的时候,谁也挽救不了,但现在还不是时候,只是,为时已晚。 1994年6月,宋刚玲和丈夫决定分居,希望借助距离修复这段已经出现裂痕的婚姻关系。 万万没想到,这期间宋刚玲还遭逢丧母丧妇之痛,反而加速了这段婚姻完结。 1995年3月,两人正式签字离婚,结束了15年的婚姻。 离婚后,宋刚玲大受打击,遂把所有精力、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事业中。 1996年,她与制作人谢乃彪签下两年合约,后复出与秦峰合作电视剧《情戏大饭店》。 但是演完这部剧,她便从演艺圈消失了。 原因是,宋刚玲的服饰公司《刚玲服装业务》越做越大,为了更方便管理财物。 她找来亲妹宋淑玲帮忙,却没料到家贼男房。 宋淑玲借由,替她处理财务之便,多次冒用宋刚玲的名义,向银行借贷,侵吞投资,侵吞投资款金额高达600多万。 直到银行向她催缴,宋刚玲才得知事实,无奈之下,只得数度对不公堂。 尽管最后姊妹俩达成和解,但妹妹宋淑玲依偎造文书罪,还是判刑一年,缓刑三年。 这件事令宋刚玲深受打击,言语间尽是大彻大悟,这是我自己的选择,过去的我。 两只眼睛从不曾张开仔细地看过这世界,朋友说我不知人间极苦,不懂体谅。 现在天主给我学习的机会,要我把眼睛张开,用自己受苦,体谅别人的苦,也没时磨不对。 退出演艺圈后,宋刚玲转为经营直销与服饰业,创立美丽世界生化科技公司,并曾在2000年获得妇女创业楷模奖。 但之后,公司经营不善,于2002年结束了业务。 根据姐姐宋彩英的说法,大妹宋刚玲公司倒闭的原因是,内部股东之间理念与企图的互不相同,互相彻肘,再加上原料完全从法国进口,成本高昂等因素,让公司经营运行困难,最后在所有股东都同意之下,才选择结业。 鉴于自己高中毕业后,糊里糊涂就进入演艺界,宋刚玲在结束经商后,选择弥补无法继续学业的遗憾,便进入府人大学就读神学院。 2007年,她以优异成绩毕业,并获得学位。 而这段时间,她儿子也在美国完成学业进入职场,并希望母亲移居美国,好能就近照顾。 于是宋刚玲拿到大学证书后,就搬到美国定居,继续修些以绘画艺术为主的课程,并沉浸在艺术的创作中。 哪知道她平静规律的生活,会被一则爆炸性新闻打破。 2008年底,销声匿迹的宋刚玲突然被台北地检署提起长达15年的通缉。 连长期报道她的资深记者陈念慈闻讯不胜唏嘘,她的折损是在脱离前夫羽翼,失去保护伞后所面临的人情冷暖。 根据报道,宋刚玲在2001年借贷500万成立美好医生公司,并以增资为理由,成功说服一位名叫陈奎宇的男子投资200万新台币。 结果,该公司并没有实际营运,宋刚玲也不见人影。 作为股东的陈奎宇,才前去报案,控告宋刚玲诈骗。 而检方查出,宋刚玲将200万从美好医生转回到美丽世界名下账户后,便领走现金前往美国。 而且,这两家公司登记成立后,根本都没有实际营运过,只是个空壳公司。 因此才认为,宋刚玲确实已投资之名吸金,涉嫌诈欺。 于是,台北地检署在2008年12月15日对他发布通缉,通缉时效长达15年。 2011年,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宋刚玲,还是有人通知他才知道被通缉一事。 于是,时隔三年他才通过岳阳电话访问,第一次亲自针对案件做出澄清声明。 宋刚玲强调在检调单位即发传票前,自己就已移民美国,因此对陈奎宇提告之事毫无窒息,也不明白,何以公司结束了这么久才提告。 为了澄清自己生命中的污点,他还请托前夫蔡昭伦帮忙,透过律师寻求法律途径解决。 他的姐姐宋彩英更是愤慨不已,列出五大理由质疑陈奎宇的动机不纯,并认为她是欺负妹妹宋刚玲,曾是电视明星,企图想要碰瓷。 直到现在,这件事的结果还没有新闻报道,但可以肯定,这样一位曾经有理想,有追求,具有企图心的现代女性,在接连遭逢离婚,丧亲,金钱感情被欺骗的挫折后,早已疲惫不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